眉毛常常被视为五官之首,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长寿的象征,民间传说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若男性过了六十岁,眉毛开始变长,就预示着他将长寿,然而,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 一,眉毛变长,意味着长寿吗?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确实存在一种观念,即眉毛长者可能会长寿,在古代文学中,经常用眉寿一词来祝愿长寿,诗经,七月中就有为此春酒,以盖眉寿的记载,意为酿造春酒以祈求长寿,古代文献中也有提到,气血充盛,则眉毛浓密,长有细长毛毛, 被视为长寿的象征,一些武侠小说中,也出现了白眉大侠,白眉道人等角色,将长而白的眉毛,视为长寿的智者象征,然而,古代人的观念,多是凭借经验和主观判断,缺乏科学依据,因此缺乏科学性,对于眉毛长短与长寿之间的关系,许多科学家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男性在五十岁后,眉毛变长的眉毛, 的概率仅为百分之二,而且长寿的人并不一定会眉毛变长,有学者对二百五十六名六十至六十九岁的老年人,进行了对比研究,数据显示,七十二,百分之七的长寿人群中,没有眉毛长毛,然而,在十五位百岁老人中,有七位没有眉毛长毛, 因此,结论是,眉毛长毛并不是长寿的特征,而是在高龄人群中零星出现的现象,科学家指出,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眉毛也会生长,而眉毛的长度与遗传有关,因此,眉毛短并不意味着身体不健康或寿命短暂 我们的眉毛生长速度比头发要慢得多,通常只有两个月的生长期,然后进入脱落期,如果个别的眉毛没有脱落,那么它们就会变得相对较长,也就是俗称的长寿眉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老化导致细胞代谢逐渐减缓,毛发脱落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在男性身上,随着雄激素水平的下降 毛发也会逐渐变得柔软和稀疏,眉毛作为一种毛发也不例外,稀疏是正常现象之一 然而,对于那些保留较多毛发的人来说,他们自然给人一种健康、长寿的印象 这也是人们认为眉毛浓密,头发丰富的人可能长寿的原因所在 二,男性六十岁后,眉毛变长的原因,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 例如,有些男性在六十岁后,眉毛反而开始变长 这种情况涉及多种因素,首先是性别因素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现眉毛增长的情况 这与男性独有的雄激素水平相关 其次,遗传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有时眉毛的情况会像头发一样受到遗传的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父母的眉毛浓密,子女也可能继承这一特点 呈现出越来越浓密的趋势 如果父母的眉毛较长,那么他们的子女通常也会拥有长而浓密的眉毛 最后,生活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男性摄入富含雄激素的食物较多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可能会增加体内雄激素的分泌量 因此,他们的毛发可能会变得更加浓密 眉毛也会相应地增长 三,眉毛变化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眉毛生长于面部 其产生的各种症状都可能预示着健康问题 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外在形象 因此,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自查眉毛的变化 四种眉毛症状千万别放过 一,眉毛脱落 眉毛稀疏或脱落可能是体弱多病 气血不足的迹象 通常意味着肾气不足 伴随着手脚发凉的症状 从疾病角度来看 这种情况常见于甲状腺功能减退 中风,麻风 重度贫血 脑垂体功能减退等疾病 二,眉毛过长 在古代,眉毛过长被称为瘦眉 这意味着这类人的气血充足 他们在老年时可能拥有比一般人更好的身体素质 因此被视为吉祥之兆 然而,科学研究表明 人体在45到50岁时出现瘦眉是正常现象 但是过早出现瘦眉则可能并非好事 早期出现瘦眉可能意味着人体内部调节失衡 增加了免疫力疾病、肿瘤等疾病的风险 窗体底端 三,眉毛变白 眉毛变白可能是由于遗传因素 白电风、白化病、微量元素缺失等原因导致的 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白电风 白电风是一种色素脱失性皮肤病 其发生部位不固定 可能出现在面部 当白电风发生在额头或眼睛附近时 它会影响到黑色素细胞 导致黑色素分泌减少 进而影响到眉毛附近的毛囊细胞 造成眉毛变白的现象 四,眉毛斑突 斑突属于一种失气性脱发症状 可能与饮食习惯、生活作息、精神状态 以及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 患者除了眉毛出现斑突外 还可能伴随着头晕、头痛、精神萎靡 全身乏力、记忆力下降等症状 四,如何护理眉毛 眉毛在我们眼睛的上方 它的作用是挡住汗水、雨水等 防止液体进入眼睛 也可以保护眼睛不受尘土 异物的伤害 除此之外 眉毛也有很好的美观作用 既然眉毛如此的重要 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护理眉毛呢 一,不能拔眉毛 许多注重外貌的人 可能会认为眉毛的形状不理想 于是选择直接用眉加拔除眉毛 但这种做法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首先,拔除眉毛会使眼睛失去了一层保护屏障 使得眼睛更容易受到异物的伤害 其次,眉毛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比较丰富 拔除眉毛可能刺激到周围的神经和血管 导致疼痛、出血、感染等问题 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毛囊炎 或者出现视力模糊 上眼瞼下垂等问题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谨慎对待拔眉毛这一行为 避免随意拔除眉毛 二、定期清洁 眉毛的根部含有皮脂线 会不时分泌油脂 如果平时没有及时清理眉毛 油脂可能堵塞附近的毛孔 导致痘痘和毛囊炎的发生 这不利于眉毛的正常生长和皮肤的健康 眉毛不仅对外观有影响 还能很好地保护眼睛 此外,它还能反映出一些健康问题 如果觉得自己的眉毛过于浓密 已经影响了外观 其实可以适度修剪 但切记不可过度拔眉 五、做好这几件事 帮你增寿 长寿的一半是拥有长寿基因 另一半则是后天改变 做好这几件事 疾病不敢招惹你 自然活得健康长寿 一、少熬夜 增寿一年 熬夜可以增加脱发 神经衰竭 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风险 瑞典一项研究发现 睡眠时间过长或过短 都会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 那些睡眠时间为七个小时的人 比睡眠多于八小时 和睡眠少于六小时的人 要长寿一年 建议每天晚上23点前入睡 保持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二、重视早餐 增寿二 五年 一日之际在余晨 早餐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餐 如果经常不吃早餐 会增加胆结石、糖尿病、低血糖等多种疾病的风险 德国爱朗根大学研究表明 对早餐不重视的人 寿命会平均缩短二 五岁 早餐一定要注重饮食搭配 牛奶、穀物、水果、蔬菜都能涉及 三、多运动 增寿四、五年 生命在于运动 运动可以降低癌症 心血管的疾病风险 还可以帮助改善三高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每天坚持少量运动 对寿命有所增益 如果一周能快走四百五十分钟以上 则可以延寿四、五年、四、戒烟 增寿四到十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晨曾经直言 不良事好事治病之首恶 会引起肺癌、口腔癌、膀胱癌等多种疾病风险 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也和它有关 新英格兰杂志刊发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 不良事好最少可减受十年 但越早戒烟可抵消其带来的减受效应 五戒酒 增寿二十四到二十八年 喝酒同样可能会减少数十年的寿命 一项涵盖时 七万名欧洲人数据追踪调查发现 酒精使用障碍 而住院的个人整体预期寿命可减少二十四到二十八年 经常喝酒不仅影响肝脏 还可能影响整个心血管系统 总之 男人六十岁后眉毛长不代表长寿 眉毛短也不代表寿命短 眉毛长短和性别 遗传、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如果想长寿 我们需要均衡饮食 积极锻炼身体 控制体重 保持乐观心态 定期体检 远离烟酒和熬夜等不健康生活方式